20年前还珠金锁在线,范冰冰把长刘海剪了,鸡美空气刘海look,网民暴动。 中国一线女演员范冰冰拥有五官精致却有着直爽性格,霸气的性格被粉丝称为范爷。 众所皆知,范爷非常爱美,在这方面的心得是无人可怨。 近期他多了一个身份,那就是美妆博主,经常在美妆社群平台上拍摄一些关于自己护肤保养的心得。 近日,他又上传了一段剪发影片,只见他剪出空气刘海,整个人多了几份年轻俏皮感,更有网友惊呼,金锁回来了。 范冰冰日前在美妆社群网站上分享造型影片,当中他把中分刘海剪成十下流行的空气刘海,发丝散落在额前,成熟韵味少了几分,却多了青春少女的气息。 这段影片立刻引发热烈讨论,狂赞他不管性感或是之内的造型都能轻松驾驭,再度掀起各界模仿空气刘海的热潮。 有网友看了影片中的范冰冰后,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还诸葛格中的金锁,当时金锁也是顶着空气刘海,二十年前后的照片一对比,他的容貌几乎没有改变,动灵功力令人佩服不已。 事实上,范冰冰早期虽然剪过厚重的奇刘海,但似乎无法凸显她精致五官这项优点,之后大多数时间都是以长刘海旁分或中分造型为主,不久前才尝试过宝宝刘海,虽然不算非常短的刘海,但不规则,据齿状的层次剪法,露出部分额头肌肤,剪去不少奇刘海。 虽然浑身充满霸气感,但范冰冰直言,其实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别人叫我,爷,因为我是个女孩嘛。 我只不过是一个有肩膀的姑娘,愿意承担生活里所有的好与不好。 相识13年的早行师卜柯文说,他有大格局和大魄力,是那种愿意主动付出且不快计较得失的人,他会在生活细节中关心和留意身边人,谈到朋友时总说,朋友需要我的时候,我就会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